五谷国中过去有块边坡经常塌陷 后来在学校志工的协助之下 改善变成了一大片的开心农场 这里栽种了超过百种的花草蔬果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作物可以采收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时节来到这里 都能感受到绿意盎然的景象 这里是五谷国中的开心农场 全靠这群热心的志工帮忙才有这片荣景 已经九年了 这些我们主任也是学校老师退休下来的 就退休下来来当志工 我们这些伙伴都很愿意在五中 这边做开心志工快乐志工 这片占地约三甲的开心农场 包括花花草草以及各种蔬菜水果 加起来有超过一百多种的植物 主要以好照顾以及不需要大量浇水的植物为主 这个地方它曾经地震崩塌过 崩塌过以后修好以后又崩塌了 所以校长看到这种情形 他就说崩塌以后我们干脆就来种菜 种花 让学生体验一下 因为刚好现在政府也在提上食农教育 他讲一个可食地景 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就利用这些地方 完全做一些有机的 连肥料土壤完全都是我们自己的 用学校的落叶做成的堆肥 完全不用化肥 完全不用农药 甚至于连肥料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然后让学生到这里来成立社团 到这里来上课 开心农场在志工们的用心规划下 划分了好几个区域 让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作物可以修成 也成了学校生态教育一个最好的场所 记者方建凯 林锦鱼 五股采访报导 小卡 林锦鱼 五股采访报导 小卡 林锦鱼 五股采访报导